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情人之间有这三种感觉 才算是真正的灵魂伴侣 马龙·扎姆斯在七下简史中说 人也许不认识人 但灵魂认识灵魂 人这一辈子 谁都渴望遇到一个真正的灵魂伴侣 而在这个世界上 你会遇见很多人 却只有一个人能够成为你真正的灵魂伴侣 可遇不可求 人生最大的孤独是遇不到 一个跟你自己合拍的人 而人生最大的幸运 就是遇到了一个 跟自己心意相通的人 灵魂英也说 只有心灵相通的人 才有共鸣看人世间的潮起潮落 只有灵魂相近的人 才能看到彼此内心深藏的美丽 情人相处 感觉到对方的 就是那个可以互助忠诚的人 是那个懂得自己悲喜的人 知冷知热三观契合 共平共正的人 那么就感觉找到了灵魂伴侣 情人相处 有这三种感觉 才算是真正的灵魂伴侣 别错过了 一 彼此信任 感觉可靠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始于五官 忠于人品 无论是男女 选择成为了情人之前 就要认清对方的人品 就要认清对方的人品 人品不好 这些五官再好看 也是没有用的 人品好的人 会给你一种靠谱的感觉 跟你在一起 是可以产生信任的 可以互相信任对方的 给你一种安全感的 长久的感情 就在于互相信任 这样才能溪水长流 相爱容易 相守难 相守是要靠谱的 是要彼此信任的 不然两个人在一起 因为一点小事 就互相猜忌 彼此不信任 就难走下去了 灵魂伴侣 是给你一种安全感 靠谱感 给你信任 让你放心跟他在一起 不会辜负你 不会让你失去港湾 甘愿做你的避风港的 情人相处 若是真正的灵魂伴侣 就会成为对方最信任的人 因为有了信任 两个人相处 也是越来越合拍的 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 2.灵魂契合 有默契感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遇到一个 一眼就忘不掉的人 也许就是灵魂相识的人 即使在茫茫人海之中 也能一眼找到你 情人相处 灵魂契合 就会产生默契感 能够相处不累 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 配合度是非常高的 两个人有着共同的三观 有着共同的话题 也能够在相处中 不断地产生新的话题 不会厌烦 不会嫌弃 或许 这就是明明之中 灵魂互相吸引的结果 情人相处 有没有深层次的交流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彼此之间能够有话可说 既合度高 三观相同 这样就会产生源源不断的默契 产生心灵共鸣 灵魂伴侣 即使就是这样 相处有默契 就会越来越有期待 期待跟对方在一起 也会一直保持热情 在彼此的沟通中 生活幸福 相处愉快 也没有什么事情 是化解不了的 没有什么事情 是过不去的 情人之间 除了爱 有契合的灵魂 相处有默契感 懂你的眼外之意 明白你的弦外之音 那么这种感觉 是非常舒服的 三 相处愉悦 有幸福感 有人说 不是所有的鱼 都会生活在 同一片海里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个性和方式 然而 情人在一起相处 是愉悦的 是有幸福感的 说明是灵魂伴侣 他们的幸福感 来源于两个彼此包容 彼此理解和迁就的 彼此尊重和欣赏 彼此懂得和慈悲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相处 你顾你自己的 我顾我的 遇到事情 遇到问题 只会推到对方身上 只会抱怨对方 只会嫌弃对方 做得不够好 那么称不上是灵魂伴侣 灵魂伴侣 可以互相迁就 在生活里 可以为自己忍让的 迁就对方的习惯 包容对方的缺点 所谓知我者 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 为我何求 情人之间 互相包容和接纳 在一起 才是最幸福的 人无完人 唯有懂得这一点 才能算上是灵魂伴侣 总之 情人在一起 能够让彼此安心托付 拥有灵魂共鸣 相处幸福的 才是真正的灵魂伴侣 金风玉露一相逢 变身缺人间无数 隔壁老房的 别怕我在中 有一句歌词说 终究会有一个人 风尘仆仆奔向你 把他全部的温柔给你 对你说 别怕 我在 愿千万人群中 能有一人与你相逢 成为你的灵魂伴侣 心疼你的不义 理解你的委屈 细心聆听你的声音 做你最结实的肩膀 给你最温柔的依靠 跟你灵魂共鸣 三观契合 找到人生的幸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